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络媒体当今大马 涉嫌藐视法庭案今天开始审理 当今职员现身法庭外声援 一名无印男子把三只小猫放进洗衣机 活活溺死他们 事案嫌犯已经落网 5G新闻一开始要告诉您的是国会下议院今天复会 公正党主席坚博德森国会议员拿督斯里安华正式出任国会反对党领袖 下议院议长丹斯里莫罕莫阿里夫今早在议会厅内按照议会常规第4A条文 表明安华在获得大多数在野议员支持的情况下正式出任国会反对党领袖一职 这也是安华自2015年因为第二次刚交罪名成立被派入狱后 再次担任国会反对党领袖 此外 新常态下的国会由于国会议员必须保持社交距离 朝野国会议员的位置也有所变动 一些议员的座位必须安排在官员和观众席的位置 国门政府执政中央以来第一次召开的完整国会下议院会议 今天拉开序幕 最备受瞩目的无疑是首相丹斯里慕尤丁 提成的撤换政府议长动议 更多详情我们马上联系人在国会采访的记者张雨林 雨林请说 是的 主播 那首相慕尤丁所提成的撤换政府议长 也就是阿里夫和尼克米的动议是否能够通过呢 也就意味着慕尤丁是否在国会下议院掌握了大多数议员的支持 那这也是为什么这项动议会成为今天复会的一大重头戏之一 那问到环节之后呢 也就是刚刚大约早上是1点45分 那慕尤丁便开始动议了 要撤换政府议长 那获得了部长 也就是阿兹敏阿里夫议的 那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这项动议是涉及了阿里夫和尼克米的 因此是由已经将我们的副议长 也就是拉西来主持 那拉西在阿兹敏复议之后呢 去同意这样反对党理性也就是这个 阿兹敏安华呢 是辩论十分钟的 那不过呢 安华是没有直接表达他的立场的 而是要求让国会议员有足够的时间来辩论 那因为他的理由是 那这个课题 这个动议是涉及到非常重大的事项的 那普总议员呢 也就是歌兵性之后呢 也援引这个议会常规 第三和第四条文呢 说明只有在议长职位悬空之后呢 或者是议会解散的情况之下呢 才能够允许提升新的议长的人选呢 那而且而且即便是悬空了这个位置呢 也必须要给这些国会议员 所有的国会议员发出通知 来通知他们说有这个悬空了这个位置的 那也好让这个在野党可以提升他们自己 属意的这个新任的议长副议长的人选嘛 可是呢目前看来呢 程序上是不对的 那结果成果国会与法律事务的 这个首相署部长呢 达基务丁就驳斥了 就说这个动议呢 是由议长而不是副议长 他本身已经接纳的 那随后呢也要求安华继续辩论的 那安华当然无可能之下也只能够继续辩论的 那安华就引议长呢 是一直来的表现是 还有他的记录是非常的优秀啊 因此这个在 这个执政党是没有理由 在不能够在 没有给予任何的理由的情况之下 这样子来换人的 那塞亚兰呢也 这个 塞亚兰的国会与呢 也是复议了 说要求执政党给予 说出一项 一项就好 就是这个议长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因此呢是要被遭到撤换的 那不过呢 巴西腹地呢 议员呢却博士说 虽然在野党认为阿里夫 是非常的优秀的议长啊 不过国民提出的人选 是更加的优秀的 那当然整个过程呢 还是发生了一些小差语 跟一些骚乱的 我们来看看 当时的一个情况的画面 到底是如何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 也就是前首相 敦马哈迪呢 也是有站起来辩论的 那他就说呢 不管是联邦宪法 或者是议会常规 都没有阐明说 那首相是可以在没有 给予任何理由的情况之下 要求策划议长的 那他也表示呢 称入这个安华所说 这是一个很大 设计很大事项的 一个议题呢 因此呢 只允许两个人辩论呢 是形同 遮盖了这个 在野党的嘴巴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目前这个辩论 还在进行当中 到底是不是能够 策划到议长呢 这个我们还得 拭目以待呢 更多相信 我们也会在稍后 会跟进个报导的 那在这之前呢 那除了 今天这个动议之外 在这今年的地下动议啊 第一项的这个问答环节呢 也是掀起了一些 一些小插曲 跟一些紧张的一个气氛的 那是因为呢 安华就在 因为厅里面就质问了 关于这个经济政策配套 为什么首相可以 在推出之前 没有阻止啊 禁止让这些国会议员 来进行辩论的 那首相慕有定呢 就以这个 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急迫啊 是迫在每一届的 人民不能够等了 唯由来 来说明来回应的 我们来听听他当时候的 一个说法是如何的 那是的 除了安华之外呢 明星党的主席也就是 沙菲伊也是 同样的加工来质问了 同样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沙巴州议会呢 是可以召开三天 那为什么国会当时 会支持 不能够再等了那些商家 也不能够再等 企业不能够再等了 唯由来回应的 好的 以上就是我在这里 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把时间交回给 棚内的主播 好的 谢谢雨林在国际大厦 给我们做的现场报道 联邦法院近早九点开始审理 网络媒体当今大马 及总编辑严重庆 涉嫌藐视法庭的案件 一旦裁定有罪 将面对罚款或入狱的刑罚 更多关于审讯详情 我们电话连线记者陈洪耀 洪耀请告诉我们 当场的现场的情况 是的 主播 记者现在人就在 部城的联邦法院 那刚刚在12点37分的时候 当今大马的总编辑严重庆先生 就有出来跟媒体朋友 就有报告说 控辩双方的审讯 其实已经结束 而法庭并没有如预料般 在今天下判 会宣布这个结果 而是令则他日 才会宣告的这个结果 那无论如何 严重庆先生表示 他也没有办法评论更多 是因为法庭已经颁布了 这个禁止讨论 这个案件的这个禁令 所以呢 我们只能够今后 下一次这个法庭宣判的这个结果 那这场审讯呢 在今天也受到许多单位的关注 像是律师工会 独立新闻中心 国际记者联盟 Gram 以及大同工作室执行主任 林鸿翔先生 都有亲民现场来关心这场审讯 而如果当今大马级 总编辑严重庆先生 被法庭宣判罪诚 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料 他们会遭受什么样的惩罚的 因为现有的法令当中 并没有明确的指出 藐视法庭罪的判刑上限是什么 那这场审讯之所以受到各式瞩目 原因就在于 采用判立法的我国当中 如果当今大马 因为读者的留言 不当留言而需要负责 那日后和当今大马相似的平台 也有可能因为读者不当留言 而会面临同样的官司 好的 以上就是记者在部城 给大家带来的报道 我们把时间交回给敬意 好的 谢谢红耀给文梢来的 第一手消息 我们来换个焦点 霹雳一名女警官 因为涉嫌贪污 今天到医保地挺面控 但她否认有罪 25岁的被告 拉着诺哈斯丽莎身穿马来服 面对媒体时 全程低头一语不发 根据控状 被告是去年7月10号 下午3点11分 在医保斗华警局 向一名华裔男子 收取1500令吉 作为销毁赌国证据的汇金 比处2009年反贪污法令 第17-A条文索取贪污 案件可在相同法令的 第24-1条文判刑 一旦罪成 被告可被判监禁不超过20年 罚款不少于汇金5倍 或1万令吉 法官批准被告 以1万令吉和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被告每个月必须到反刊局报道 2018年吉隆坡俄麦 曾发生用烘干机 活活烘死运猫案件 引起众人抨击 没想到如今再有类似事情发生 一名男子把三只小猫 放进自住洗衣店的洗衣机内 活活溺死他们 案件发生在昨天凌晨5点30分 一直到早上9点 才被一名理发师发现 当时他在三个洗衣机 分别看到三只全身湿透的小猫 已经没有生命气息 业者得知消息翻查闭露电视 发现干难者是一名物业男子 闭露电视全程拍下他的干难过程 额麦警区主任阿里非证实 警方已经逮捕嫌犯 当局势援拟2015年 动物福利法令调查此案 最高刑罚室监禁三年 和罚款10万令吉 三具猫尸已经交给 沙亚男受依局处理 国内频频发生罪假事件 血浪额白浦大道 昨天清晨4点半 就有罪酒男子逆向行驶 经过一路追捕 警方最终成功拦截 避免意外发生 27岁的嫌犯是在雪州白沙罗 一家夜店黄欢饮酒后 开着白色本田轿车 试图一路逆向行驶 返回万脑住家 巴达林在野警区主任 聂伊扎尼指出 辅警是在环城大道 收费站8公里处 发现这辆逆向行驶的轿车 最终在收费站成功截停轿车 警方随后进行酒精检测 发现嫌犯酒精含量超标 原以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 第42之一 鲁莽驾驶条文和第45之A1 酒驾条文调查此案 随着雨季来临彭亨州 而连突刮拉大汗河水 今早六点左右突然高涨 引发水灾 导致停泊在桥边的数量交通工具 困在水中 在毫无预警之下 刮拉大汗桥陷入一片汪洋 停泊在桥旁停车场的六辆轿车 几乎被水没顶 其中四辆轿车属于入住附近度假屋的游客 一辆属于当地居民 另一辆车主则不响 当地一批民众和利益绳索等工具 尝试将轿车拉上岸 可惜没有成功 车子全数报废 索性水灾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据了解 刮拉大汗从昨天下午并没有下好雨 河水水位直到凌晨五点为止 也一直都维持在正常水位 民众因此受怵在雨季时期 须多注意安全 香港民主派立法会选举初选 超过60万人投票 成绩预计今晚出入 欢迎回来 香港民主派立法会选举初选 昨晚落幕 投票总人数超越日期 突破60亿万人 统筹人戴耀廷表明 由此可见 种种打压和威胁 再一次激发了港民争取自由的决心 也向世界展示港人为保住香港自治 而奋斗的勇气 由于票数太多 计票过程耗时 他估计最快要等到今天傍晚 才有结果 一连两天的香港民主派立法会选举初选 历经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之后 获得港民热烈回应 数据显示截至昨晚9点投票时间结束 电子投票一共录得59万票 加上大约21000多张实体票数 投票总数已经超过61万 这个数字比当局早前设下的17万 投票目标超出三倍 更占去年去议会选举中 投票给民主派选民的大约34% 香港大学法律系学者 也是这次初选的统筹之一 戴耀廷表示 港民透过投票数字 体现了他们的勇敢 以行动告诉政府乃至全球 即便在国安法的压迫下 也不会害怕 坚持捍卫和维护他们的自由权利 我认为这个结果是不仅仅 是一条程式的国家庭域 以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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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选择公司 是一条程式的候装选择公司 但又廷认为 这一次的初选投票也足以显示 香港人越是受到压迫 就会展示出前所未见的勇气 奋抗到底 不愿成为白色势力的人质 更要让全世界看到港民的态度和坚持 尽管这一次的初选只关乎民主派阵营 但是依然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因为这一次的投票 并视为港人看待港版国安法 以及96香港立法会 换届选举的风向标 无论如何由于计票程序需要一点时间 估计投票结果最快今天傍晚才会揭晓 英国自今年1月底宣布脱欧后 进入为期11个月的过渡期 英国内阁大臣戈夫星期天透露 政府计划砸重金 注资7亿英镑 大约37亿令节 用于边境基础设施 以维持英国和欧盟 在今年底过渡期结束后的双方贸易往来 当人选择战争 科夫表示这一笔资金当中四亿七千万英镑将用于建设港口和内陆基础设施 包括英国东南部通往法国的主要货运通道 至于剩下的则用来开发英国税务和海关系统及相关设备采购 同时计划招募500名边境工作人员 并建立新的边境检查站 目前为止距离落实整个计划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 但有调查发现 有45%的英国企业表明 他们至今碍于疫情影响 加上英国和欧盟未来关系仍旧不明朗 而无法做准备 美国圣地亚哥海军基地的两栖攻击舰理查德号 星期天早上爆炸起火 导致至少21人受伤 其中包括17名水手以及4名文职人员 索性没有生命危险 失火舰艇火势猛烈 黑烟直窜天界 紧急小组架船在舰艇旁喷出水柱灭火 这艘全长255米编制1000名水兵的两栖攻击舰 正处于技术维修状态 火灾发生时 估计船上有大约200名水兵和军官 目前全数人员已经安全撤离 无人失踪 起火噪音目前还在调查中 预料大火将会持续数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挑战病毒参加肺炎派对 结果染病身亡 美国青年生前向护士表示 悔不当初 南非新冠疫情有恶化的迹象 全国确诊总人数突破276,200人 几近全球十大 累计死亡数据超过4,000人 为了遏制病例持续激增 南非总统拉玛弗萨星期天宣布 恢复宵禁和禁酒令 同时强制国人出门务必戴口罩 我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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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玛福萨发表电视讲话时透露 国人如今除了工作 看诊和购买日用品之外 必须全天候待在家中 也不得举办任何大规模聚会 同时宣布延长国家灾难状态 期限至下个月15号 总统形容南非的新冠疫情风暴迫在眉睫 更表明疫情高峰期估计落在本月底 到今年9月之间 到时候全国医疗系统恐怕面临严峻挑战 因此促请国人做好防疫本分 不要掉以轻心 新冠肺炎肆虐之际 各国政府保持高度戒备 但有人却把病毒当成玩笑 结果堵上的是自己的性命 美国就与一群年轻人为了测试病毒 能否危及生命 竟然参加一场由感染者举办的肺炎派对 原本健康的他们最终不敌病毒感染身亡 病逝前有参与者向院方表示 悔不当初 医院首席医疗官阿普比指出 分享有关故事并不是刻意制造恐慌 而是希望大众认真看待病毒 根据卫生机构的资料显示 圣安东尼奥的贝克萨尔县 目前累计超过一万八千宗确诊病例 多数病患年龄介于二十到二十九岁之间 占了总病例的大约百分之二十四 阿普比表示 年轻人也不能幸免于感染肺炎 敦促年轻人不要拿生命开玩笑 新冠疫情重创肯尼亚旅游业 过往赖茨为生的马赛族 他们的生活也因此受到影响 陷入困顿 我们会随镜头 一起到肯尼亚平原去看看 我是王金颖 感谢您收看 五件新闻 我们再会